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控诉剧组 这样的影响力是让人服气的 包括近日在剧组和张慧文一起跳舞上热搜 都能够证明赵丽颖的关注度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不仅如此呢 她还成为了首位微博化体育读量破千亿的艺人 这样的成绩啊真的是足够令人骄傲了 虽然现在不是顶流 但是赵丽颖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呢 一直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 而且啊她真正走红的时间也不算特别长 话题阅读量呢就能够破千亿了 这样的数据比任何所谓的数据实际都要靠谱呢 有粉丝整理了赵丽颖这些年的成绩啊 从作品到奖项 赵丽颖都是让人服气的 我们都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赵丽颖呢 为什么在赵丽颖为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会有那么多的关注度和支持的声音 因为我们一直坚信啊赵丽颖的成功来之不易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 娱乐圈啊有很多白富美也有很多有人捧的 那些艺人在大家的眼中呢相比来说要比较轻松一些 和大家的距离也会远一些 而赵丽颖就不一样了 在某种程度上啊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励志的代表 觉得他在事业上的努力 在演技上的锻炼与突破都是一种正能量 没有很高的学历 没有特别好的家境 为此呢还被很多人嘲笑过 但也因此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鼓励 所以呢赵丽颖只要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出错 那他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初和冯绍峰的恋情呢也一直被拍 后来突然就宣布了结婚 不久就结婚生子换做了别人啊 可能真的是就会被大家抛弃了 也会被粉丝抛弃 可是他没有 反而被大家说冯绍峰未来的事业如何 都看他怎么对待赵丽颖了 不得不说啊赵丽颖不仅拥有了关注度 还有很高的大众认可度 几年前的电视剧市场有一句话啊 叫做收视保证靠一哥一姐 一哥呢就是胡哥 一姐就是赵丽颖了 尽管这种说法很夸张 但是也说明啊赵丽颖在电视剧领域确实影响力非凡 在中国影视圈的女日盐中 草根逆袭的奇迹只有两个 赵丽颖和杨超越 其中赵丽颖的成功更彪悍一些 尽管罗永浩整天高喊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但是啊我想赵丽颖的成功可以解释 今天就来解释一下吧 银宝如此彪悍只因为做对了三件事 早入行能坚持贵人住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凡是在影视界能有一点成就的演员呢 特别是女演员啊 都是入行很早的 看一下当下的知名的女演员就知道了 比如杨幂四岁时出演唐明皇 赵金脉八岁时出演不能没有娘 迪丽热巴十一岁时主演阿纳尔汗 欧阳娜娜十四岁时出演北京爱情故事 范冰冰十五岁时出演女强人 李小萌十六岁时出演谁说我不在乎 刘施施十七岁时主演了月影风和 郑爽十八岁时主演一起来看流星雨 果丽娜扎十九岁时出演 宣伦剑之天之恒等等 其他知名女艺人呢也是一样 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不仅女艺人出道很早 男艺人也一样 看着娱乐圈好像是闹着玩啊 其实竞争压力很大 出道晚了 机会不可能轮到你 就像张爱玲的名言 出名要趁早 出名要早的前提是入行要早 在自己颜值经历最好的时候 在娱乐圈打下一片天下 不然人老珠黄或者精力枯竭 再想出人头地呢 那就难了 时光如水 岁月如梭 适用于所有人 对影视圈中的艺人来说 更是如此了 看一下我们的银宝 非课班出身的他呢 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终生毕业后 做过服务员和管道工 直到十九岁时才突然发现啊 自己的颜值竟然在线 那时恰逢雅虎搜星比赛 银宝不仅参加了 而且获得了组冠军 遗憾的是这个选秀比赛 雷声大于点小 没有太多的价值 但对银宝来说呢 借此进入影视圈 若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估计银宝现在啊 可能就是一个农村大妈了 尽管出道的姿态很高 但是现实很无奈 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银宝呢 只能出演一些配角 但是这已经很厉害了 比群众演员高很多的档次 也就是说呢 银宝不是从最底层群演做起的 若是从最底层群演做起啊 基本就是没有任何出路了 非科班出身的人呢 一出道就能演一些小角色 就已经是很厉害了 至少比背景点员强吧 不得不说 之前参加雅虎搜星比赛 还是有点用处的 开始演戏时 银宝完全不懂 并且没有感觉 导演老是无奈的望着他 不解的问他 你的怎么老是撅嘴啊 原来啊 这是银宝的习惯性的动作 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还有很多 演技 看着好玩 闹着玩啊 但是呢 没有足够的基础和经验 真的是比较难 幸运的是 当时的剧组人员 给了银宝很多指导 加上银宝也很主动的 找导演探讨人物 分析人物 一来二去呢 算是真正的上道了 2009年时 银宝出演了 《夫妻一场》 在里面饰演主角 冯绍峰的岳母 没想到的是 9年后俩人结婚了 从最初戏里 合作时的一家人 最终成了真的一家人 是不是 感觉很好笑啊 2010年 银宝在大热剧 《红楼梦》当中 也是饰演了一个角色 出场时间两秒 你没看错啊 就是两秒 我能如此记忆游心呢 是因为当时她的发型真的是很另类 现在 2010年版的《红楼梦》里面 还有哪些演员啊 估计大家都忘了吧 但是呢 赢宝后来脱颖而出了 真的是不可思议 先还周哥哥选角时 赵丽宝很想饰演小燕子 但是士气的时候太紧张 台词记不住 在想饰演紫薇的时候呢 哭泣不理想 最后饰演了秦儿 没想到 于正很喜欢她的演绎 给后来的爆红留下了伏笔 拍摄先还周哥哥时 过年也没有空回家 在外地一个熟人也没有 在张瑞的住处吃了一顿年夜饭 后来呢 上快本时 银宝回忆网时很感动 但是竟然忘了张瑞叫啥 现场叫不出张瑞的名字 一时很尴尬 一次拍戏时呢 剧组忘了她 等银宝反应过来时啊 剧组的人都走了 她只好一个人在山里待了一晚上 那时她还没有智能手机 也没法导航啥的 只能是等着第二天剧组再去 多亏野生动物少了 不然后果真的是很严重啊 影视圈中 从草根做起成明星 确实很难 银宝多年的坚持 似乎没有太大的收获 还是在配角上转来转去 直到遇到贵人相助 但是贵人可不是谁兜住啊 若不是银宝有多年的积累 国际贵人早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 尽管很多人对于余正没啥好感啊 余正抄西门事件呢 几年前也是沸沸扬扬 但是余正对赵丽颖啊 还是很可以的啊 银宝的贵人好几个呢 但是啊 最大的贵人就是余正了 可以说若是没有余正 赵丽颖很难成功 余正很少是赵丽颖啊 直接让她在《陆真传奇》中 饰演女主角 一句成名 很多优秀的演员 由于没有成名作呢 导致一生默默无闻 机会很重要 就像老戏骨刘佩奇曾经说过 演员都有演技 但是差距不是很大 不可能优秀演员的演技一万分 普通演员的演技八十分 其实最厉害的也就九十九分 一般的也能八十分 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机遇差距很大 很多演员一辈子的努力 也未能赶上一部好戏 或许你认为 若是当时余正不给赵丽颖机会的话呢 银宝最多成名的晚一点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可能性不大 那时候网红啊 流量明星啊 还不明显 现在到处都是 若是当时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之后呢 极可能就更没有了 极可能一辈子就是配角上钻研了 所以啊 说余正这位贵人呢 对银宝的帮助太大了 在最合适的时间能有机会 做最合适的事情 这样就成功了 方言整个演艺圈 能像赵丽颖这样如此逆袭的 真的很少 估计也就是唱歌界的 大一哥朱之文有的一拼 现在的银宝呢 都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尽管没有杨幂工作室那么轰轰烈 但是也是当老板的人了 早入行能坚持贵人住 这三件事情让年轻的赵丽颖成为传说了 希望银宝再劫再厉 再创佳绩